今天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的后台 看到两个数据 第一,我的粉丝 就是我的订阅户 有13202个 另外呢 YouTube也成了他的合作伙伴 而且呢 我达到他的支付盟款 最低的支付盟款 100美金 它上面显示我有102块美金 可以领 但可能还要扣税 目前也还没有真正到我的账户 听说要下个月 才会把金额 打到我的布置里面 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集节目呢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我这两年多来的甘与苦 记得那时候是疫情期间 哪里都不能去 所以就在家里拍拍影片 自我消遣 娱乐一下 没想到一做就是做了两年多 拍了好几千支的短片 而竟然也通过了YouTube的YPB计划 以后可以拿点零用钱 一万三千多个地木坦白讲 并不是很多 一百块美金也是个小数目 但对于我这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我觉得也感到很欣慰 其实我和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相信你做得到 就做得到了 我和我的太太说 我一定要从YouTube频道赚到至少美金一百块 昨天终于达成目标了 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的订付可能几百万 甚至于每个月就几万块 几十万块美金的收入 我这个一百块美金 其实是非常小额壳 但对我来讲 意义非常重大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坚持 梦想 总会实现 当然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媒体 只是我个人 尝试一下 自媒体比大众媒体好玩 就是说 一个人可以掌控整个频道 自己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 要怎么拍 就怎么拍 而且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看到许多的人 从世界各地给我按赞 鼓励 我真的非常感激 今天特别做这集节目 和大家分享